隔壁 再往這裏 麻煩 再往這裏 我再往這裏 麻煩 這邊這邊 好 離開窗 這邊麻煩 今年呢 我自己想 應該留在家裏開派對 屬於自己家的派對 我們可能是燒烤 或者是吃火鍋 因為以往呢 我們都習慣到外面一起吃 叫我媽媽 我老公的媽媽 很多的媽媽一起 可能今年就先駐令了 大家都應該避疫在家裏 所以我想就是各自慶祝 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都叫媽媽一起做 今年可能不行耶 因為呢 我想 五月她應該都生了 五月中的時候 所以 大約那個時候 要不就是她 在醫院 可能要不就在家裏做月子 不方便出來了 可能 她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剩下一個月就夠 我想她是蠻期待 多過緊張 她應該不太緊張 因為 她都已經準備好了 譬如說 裴月啦 還有我媽啦 她奶奶 就是 奶奶 就是她的婆婆 婆婆 還有工人呢 都已經大家都 各就各位了 已經準備好所有東西了 我想她就是期待 小生命的來臨 她是存產的嗎 她說是 開刀 開刀 之前都說要做些小手工 送給她 對 我之前就想過要給小朋友 送一些小手工之類的東西 但是 因為小手工都需要蠻長的時間 那這段日記 我又在家裏呢 就是 做自己的小手工 有些時間就是沒有全部去做她的 所以變成 還沒有完成了 就是開始了 但是沒有完成 但是我想 我要送給小BB的禮物呢 就是一些 精氣啦 這樣子可以能倒置一點